这个男人出生时就受到不祥的诅咒 这是他的女儿 刚出生就失去了生命 他的儿子也在出生时 就失去了双眼 他下定决心除掉天下的怪物 这天他带领着手下来到一片密林 这里住着一只凶猛的怪物 人只要看到他的眼睛就会被控制 这个先锋关在前面探查时 不小心看到了怪物的眼睛 很快他就被控制了 他的眼睛开始慢慢变红 然后慢慢地扭头往回走去 突然拿起刀直接刺向了身边的伙伴 慢慢地军队里不断地有人被控制 他们相互厮杀着 场面变得一度混乱 就在大家打得热火朝天之时 男人冲了出来 他拿起地上的长枪 用力抛出 长枪直接刺向怪物 一声惨叫过后 大家才苏醒过来 除掉这个怪物 他又带着部下来到小时候的家乡 这里有一只最可怕的怪物 名叫不可杀 他也是受到这只怪物的诅咒 才会导致身边的人发生各种离奇的事 就在士兵在打斗时 他看见远处有一个身着红衣的女子正看着他 忽然红衣女子往山上跑去 他奋力追赶 这个红衣女子正是当年救他的那个女人 原来他并没有死 而且没有一点的衰老 就在两人通过眼神叙旧时 红衣女子背后被射中两箭 直接倒在了男人怀里 看着手下又射出第三箭 男人转过身为他挡了下来 他刚叫停手下 转过头红衣女子就消失不见了 他隐隐约约地觉得 这个女人就是村民口中所说的怪物不可杀 好